十年前,邱小妹的新闻思驚 他们去社会国家的关心 其实欢喜大家对立东保护的重视 大家欢迎欢迎最近在卫星好日报的支持下 有了机会到这方面的核目 把它扩散出去 让我们的儿童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保障 根据世界卫星组织在美国的调查 处理列台立东的事件 每年要复制940页美金的成本 以台湾来说,今年可能要300页 为了这些社会的成本 立东保护医疗博物非常重要 医疗院所为什么要成为一个示范中心 最主要是他接触 这些疑似而少不当对待的机遇是最高的 大家举凡从孕妇的这些产检 以及大家分娩完之后 这小朋友这些 私立保健预防注射等等 甚至入学的身体检查 都必须要到医疗院所 所以当我们的医疗院所能够扮演火车头的角色 来主动去发掘这些疑似受虐的个案 那当然就是可以节省未来社会庞大的支出 为了派遍第一岁 以后人员是去警戒 台台婚宁婚姻社会主动台减的干顾 帝哥以后人员对立东立台和你怀疑 有时候家长来送来急诊 他会乱抢 所以我们就有一套评估的方法 在150公分以下跌落的 他们都把他当作要排除 是不是有受到虐待 150公分那么低的地方跌落下来 你说他有颅内出血有骨折 很可能是家长讲的不实在的话 我们一定要把他排除到说 证明他不是一个内依事件 相信这个单位新的医疗 对立台立东的思考 无论是经纪的医疗 或是新立护兜 以及通报的处理顶方面 都可以提供警戒党的服务 记者 黄红坤 蔡红博德